这个男人太惨了 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被朋友绑在了手术台上 明显是要图谋不轨 他害怕极了 力声呵斥嫌犯 可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只见嫌犯左手拿着手术刀 右手撕撕控制住他 准备要打他 男人立马开始剧烈反抗起来 一口咬破了嫌犯的骨口 而这也直接惹怒了嫌犯 警方接到报案 截至目前为止 当地一共发生了两起街头抛尸案 两位死者都是在被发现前几个小时被杀害 被发现时都被塑料袋裹住了身体 并且体内的血液也几乎全被抽干 法医在死者鼓动脉处 发现了较大的孔洞 但即便如此 想要将血液抽干到这种程度 也是不大可能的 因为一旦心脏停止跳动 想要再往外抽血就很困难了 也就是说 凶手是在两人活着的时候抽干他们的血液的 那么 此人抽血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为了折磨受害者 还是单纯的迷恋血液 喜欢抽血 或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饮血欲呢 探员对此还没有头绪 加西亚又传来消息 警方又在公园的长椅上 发现了一具女尸 罗希等人立即来到事发现场 死者同样被抽干了血液 说明凶手是同一个人 但不同的是 这次 凶手还割去了他的眼睫 从眼部周围的伤口来看 这一行为是在死者活着的时候进行的 也就是说 凶手的作案手法升级了 经过调查 三名受害者之间并没有任何联系 血型也完全不同 这让众人十分迷惑 凶手选择被害人的条件 到底是什么 这是 法医这边在死者体内 检测出了大量的EDTA和绿岸酮 前者的作用是阻止血液凝固 后者的作用则是提高血压 如果凶手直接喝下他们的血液 等同于给自己下药 这说明凶手抽血并不是为了饮用 另一边 一个美女来到画室兼职人体模特 却被人直接绑在了床上 不久后 女人的尸体就在马路牙子上被发现 探员注意到 凶手搁走死者眼瞼时十分小心 一点都没有损伤眼睛 也许视线对于凶手很重要 他想要死者看到他所做的事 并且死后看到的东西也很重要 于是他环顾四周 发现就在尸体前面不远的地方 矗立着一座雕像 他似乎有了一些猜想 在回顾了前三起案件的抛尸现场后 众人对凶手展开了如下策写 第一 凶手年龄大约20岁到30岁 四处抛尸点附近 都有一些不被人重视的艺术品存在 凶手也许是一位画家或者艺术家 第二 此人十分沉迷于艺术 他认为那些艺术作品都被无视 忽略和抛弃了 他自己的作品也是如此 因此 逼迫他们看看周围的作品 第三 凶手抽取受害者的血液 并不是用于饮用 而是当作颜料用来作画 作案频率如此之高 说明他在进行大量的创作 近期他可能会推销自己的作品 排查一下画廊 应该能找到凶手的踪迹 此时 男人拿着自己的画作来到一家高级画廊 然而 画廊的老板蔡英文却对他的作品嗤之以鼻 在他看来这幅画真的是太简略了 没有自己的特色 男人对此颇为不爽 一个可怕的想法就此涌上心头 另一边 探员很快就在一家非主流画廊找到了一些线索 据老板回忆 几天前 一个年轻人曾来这里 兜售一幅据说是用写画的肖像画 画廊当时并未收录 但被一位老顾客一眼相中 最后以250元的价格买走了 于是罗西根据老板提供的地址 很快找到那位买家 查看发现 画上的女人竟然与第一位死者极其相似 探员立即将画作带了回去 可技术人员根本无法从中提取到有效的DNA 检测发现上面血液中只有红细胞 血浆全部被分离提取走了 对此 众人多少有些摸不着头脑 凶手拿血浆有什么用呢 这是 瑞德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血有病最大的特征就是极易出血 并且持不住 患者为了不让自己的伤口血流不止 便会效仿一种古老的疗伤手段 将血浆注射进伤口 加强自己体内已经失效的明显功能 这样说来 凶手可能患有血有病 一般来说 只有血液有问题的人 才会对他人的血液如此痴迷 考虑到所有受害者的血型各不相同 如果凶手要注射提取出来的血浆 说明他是一个万能受血者 也就是预避性 结合他患有血有病 并且是名艺术家 加西亚很快就锁定了一个嫌疑人普朗特 他是一家艺术馆的员工 警方立即兵分两路 分别突袭普朗特的住处以及工作的地方 时间到回几小时前 男人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 再次拜访了蔡英文 但再次遭到了拒绝 蔡英文表示这并不是他想要的 男人崩溃了 这可是他牺牲了自己唯一的朋友 甚至用上了自己的血化成的 最终两人不欢而散 男人愤怒地带着自己的作品离开了画廊 随后 趁着店内无人 一拳将蔡英文打晕在地 前往普朗特家的路上 摩根接到了加西亚的电话 他查到普朗特在三周前曾遭遇了一场车祸 他驾车和一位女司机相撞 现场情况相当惨烈 普朗特却毫发未伤 而对面的女司机却因失血过多而死 这或许就是刺激普朗特犯罪的导火索 这时 瑞德的电话也打了进来 刚刚有人报案称 画廊的老板疑似被普朗特绑架了 现场有血迹和打斗的痕迹 展厅中还多了一幅血迹画作 探员火速来到普朗特家 此时他挟持了蔡英文 对着众人怒吼道 他必须要让老板亲眼看看自己卓越的创作能力 为了不让凶手抵在人质脖子上的手术刀 更进一步 霍格承诺 只要普朗特投降 自己会让所有人欣赏到他的艺术 但此时的普朗特已经失去了理智 他满脑子都是那些成名画家生前过得多么悲惨 既然人在活着的时候 得不到想要的名望 那还不如结束短暂的一生 让作品能够名扬天下 说完便举起了刀 准备刺向蔡英文 探员见状 立即将其击毙